以下几个方法教你如何把卡门幻想曲演奏得更好听 赶紧点赞收藏 方法一要学会放松 首先第一点 我们上半身要保持一个正常演奏SARS的一个正确的状态 上身放松 方法二 胳膊包括手臂包括手指也要放松 那么这样演奏出来的声音才会放松 方法二 我们要连贯 第一点 我们的气息要源源不断的持续的给 第二点 我们要学会划分乐句 找对乐句的气口 同时能找到每一个乐句的方向 私行我的一对一体验课 分析卡门幻想曲中的超吹重难点 指导你的演奏问题 方法三 我们的韵指要快速轻松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手指要放松 第二个 要多去练习音阶 关注我 学会吹更多好听的萨克斯曲目 关注我 学琴不走弯路